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澳大利亚的医疗AI龙头企业HIDI正式把区域总部放在了新加坡 并且计划在未来两三年投入大约千万新元 在新加坡大规模扩张业务 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反应是 一家医疗AI公司来新加坡社总部有这么重要吗? 但如果你把它放进全球医疗科技竞争 区域AI产业链人口老龄化压力 数据治理政策这些更大的框架来看 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件远比表面更深远的大事 这代表新加坡正在从一个区域科技中心 升级成为医疗AI的实验场治理标杆和战略枢纽 也代表全球医疗科技产业正在加速向东南亚倾斜 而新加坡正处在交汇点上 随着这项投资展开新加坡的医疗系统 经济结构、科技产业链甚至国家战略定位 都将因此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那么到底为什么HIDI要选新加坡? 它对新加坡意味着什么? 而全球科技版图又正在出现怎样的重组?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 首先新加坡正在成为东南亚医疗AI的中枢节点 这不是一句口号 HIDI自己就说得非常直接 新加坡是进入东南亚的跳板 因为这里的数据治理 法规透明度和隐私保护水准 是整个区域最符合国际医疗科技企业需求的地方 对于任何一家需要处理敏感医疗数据 需要医院合作试点 需要政府监管沟通的公司 新加坡都是风险最低效率最高的第一落地点 在这里成功试点就能快速复制到马来西亚 泰国印尼这些人口上亿需求庞大的市场 HIDI的落地会吸引更多同类型企业 把运营商业决策临床合作产品 验证这些高价值功能全部放在新加坡 形成强大的急剧效应 这意味着新加坡不仅是企业的区域办事处 而是东南亚医疗科技产业链的指挥塔 要真正理解HIDI对新加坡的重要性 必须先看到一个背景 新加坡的医疗系统正在承受 越来越沉重的结构性压力 到2030年每四名新加坡人就有一人超过65岁 而医生人力相对有限 平均343名居民才分到一名医生 意味着医生每一分钟都极度宝贵 当老龄化人口不断攀升 慢性病需求越来越多 基层医疗负担不断增加 如果还是靠传统方式处理行政任务 医生根本没有时间看病 新加坡医疗系统的扩容已经 不能完全靠增加医生人数 而是必须靠科技提升每一名医生的生产力 HIDI的技术核心就是把医生与病患的对话 自动转成结构化的临床记录 让医生可节省三成到五成的文书时间 新加坡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引入AI 让医生更高效 医院更轻量化 基层医疗更有能力承载病患需求 这背后其实是国家级的生存型问题 而HIDI的落地正好对准了新加坡最核心的医疗痛点 如果你问医疗AI公司最怕什么 他们不会先说技术 而会说法规 特别是数据隐私 数据流动训练规则 医院合作流程这些关键环节 新加坡在这一点上的制度优势 正是HIDI此次选择落地的重要原因 新加坡的Trust平台 让医疗数据可以在严格监管下进行共享 研究与模型训练 这在全球范围都是非常领先的做法 它不是让数据任意流动 而是建立一套高度可控 透明且国际接受度极高的机制 让医疗AI能够在安全框架下发展 同时新加坡政府制定的监管政策清晰 沟通顺畅流程规范 对医疗AI来说 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环境 因为他们既需要真实临床数据做训练 也需要确保符合国际标准 在这个前提下 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容易取得真实 数据并进行合规验证的国家之一 而这正是医疗AI最难突破的门槛 当HIDI选择把区域总部放在新加坡 并计划重大投资时 它带来的效果 远不只是新增十几个职位这么简单 虽然第一阶段的团队规模不算大 但所有岗位都是高技能高附加值的 这不但能提升本地人才的技术能力 也能让新加坡的医疗科技产业链越来越完整 随着医院合作扩张 未来岗位还会持续增 加带来更强的产业成熟效应 这不仅能提升新加坡的医疗系统能力 强化经济结构竞争力 还能巩固新加坡在全球医疗AI版图中的地位 未来新加坡将在负责任AI 医疗AI与治理框架方面建立更强的国际影响力 全球医疗AI正在快速崛起 而新加坡已经成功坐上这般快车 并且握住了方向盘 未来医疗行业到底会因 人工智能带来多少革命性改变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